回到母校中关东大西校区办点事 这个草坪上有几个师生在打高尔夫球 旁边还有一个古董拖拉机 后来发现这个草坪果然是有来头 它旁边这个楼啊是农业部草种检测中心 所以这个草种类比较好应该是 反正特别软和 这拖拉机也是半个文物了 东方红牌的 这是我宿舍旁边那条路 这条路上的国怀啊 在我毕业那年来了个大砍头 砍到那了 那是13年 现在7年了 你看这树长得这么高了 这是去体育场的路 种了一排七叶树 它就是每一个叶片吧 分七个小叶 但是一般情况啊 也不一定 你看这个就是六个小叶 正赶上它们开花 七叶树开花的时候还是很壮观的 而且这种树遮阴效果很好 这一粒德国鸢尾呢 是我们学校的一绝 颜色也好 花也多 我这是来晚了半个月 要是赶上时候 所有的全是花 我们校医院门口的月季也是一绝 它不是什么好品种 也没怎么修剪 但是因为年头多了 株形大了 所以到了季节就愣好看愣好看的 就是没有任何技巧的那种好看 这是我们的白杨树大道 每次走到这都心旷神医的 到了我们新的质保院了 我们这新楼盖的是真气派 但是我没用上 还是那个定律嘛 只要一毕业学校就装修 以前我们的破楼就跟这似的 当然没这么破 还是有窗户的 这楼正整修呢 我们新实验室 我还是第一次来 门口画了个列春 这是我们的研究类群 我师弟宋凡 现在都副教授了 这是我师兄李虎 现在已经是指宝院的副院长了 这实验室的人可比我那会多多了 人盯兴旺 每个人只有一个小格子 我们那会都一人一大桌子 李虎师兄让我进我们导师的办公室桌子 我导师是采万志老师 著名的昆虫学家 我们农大用的普通昆虫学教材 就是采老师他们编著的 采老师没在 我先参观一下 这大书柜真是把我缠着了 老师这些书终于是有地儿割了 以前我那会都是堆在地上 现在三面墙 但是也都摆满了 又开始往地上堆了 这是采老师练字的纸 他的书法在我们业内很出名 上课的版书也是特别漂亮 我读研那会儿 实验室就在策划一本书 到收录中国所有的列春 专门画画的老师每天都画列春的图 我说这书出了吗 师兄说快了 他把画稿拿出来给我看 这书要出的话 大概是什么名头 什么名字 就是 他可能是出中国列春吧 或者说东亚列春 这些都是打底做图的 要用那针管笔 一个点一个点的去点出名案来 非常费功夫 这个是彩图 是另一位女老师画的 上学那会儿 他每天就在屋里画 非常辛苦 期待这本书早日问世 师兄还把我的硕士论文给拿出来了 你看这是爸爸写的 都是爸爸拍的 这是爸爸画的 这不是我画的 这是我画的 这是你画的 这个呢 这个不是 这是我画的 画的好不好看 你害不怕 你怕不怕虫子呀 我不怕 不怕呀 那挺厉害的 实验室门口贴的春帘 我们是研究春的嘛 所以每年春节就是我们谐音梗狂欢日 群里都说什么春节愉快 喜迎新春什么的 这是我师弟发现的一个新种 它带回活的来了 在饲养观察它 因为论文还没发表 所以我就不便透露了 等发了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虫子习性特别好玩 等论文吧 这是刘兴岳老师的办公室 研究广赤木的 后来在楼道见着才老师了 聊了几句 但是没拍视频 刘志祺老师 然后跟杨定老师聊了聊 杨定老师是研究双赤木的 也没拍视频 外边这堆都是老标本管里的标本 我们这老楼不是拆了吗 新楼的标本室还没建好 所以就只能全堆在这 还是希望赶紧弄好了 就全堆在这也不是个事 瞧瞧这一大屋子 一楼大厅有个小咖啡屋 是学生的一个创业项目 学校支持的 用的是云南的咖啡豆 也算是一个扶贫的项目 价格还挺便宜 这还卖着农大的什么年货 自己做的酒 农大的生物质工程中心做的 我还让这儿的同学认出来了 请了我一杯 跟老师同学告别之后出来了 一扭头发现一片正开花的喂食 这东西不开花的时候 你不会多看他一眼 真开了你想不看他都不行 往你眼睛里边挤 花量特别的惊人 而且单看的话 每一朵也很好看 就喂食是因为他那果实 毛茸茸的跟一个小刺猬似的 为什么是虫子边呢 因为刺猬的喂早期就是虫子边 后来改成这圈油盘了 但是用在这花上就一直没改 喂食就属于那种暖洋洋的春天 搬把椅子坐在他前边 一看能看一天的那种花 你就会想哎呀 我就坐在这看着他晒着太阳 这辈子就这样度过 不是挺好的吗 我干嘛天天的东跑西奔呢 当然了等花都谢了 你就不想跟这坐着了 跑的比谁都快 特意来看这棵大无花果树 我在北京就没见过这么大的无花果 无花果在北京其实有冻死的风险 但是因为这个地儿被封 所以一直长得很好 还结果 但是去年冬天那大寒流太冷了 给冻死了 去年冬天北方冻死了好多竹子 无花果 石榴和紫微 不过回来之后看画面 在那根部又冒出了一个小盐 说明他死了 但是没完全死 不过这些大只子肯定是废了 这是我宿舍前面的控场 当年我晚上会上这来练武术 右边这楼就是我宿舍 不过研究生的社友 不如本科的社友感情深 研究生大家一直在实验室干活 宿舍就是晚上回来睡觉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都不是一个实验室的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机会交流 人呢就是在隔段时间回学校看看 要不然容易忘了自己 刚离开学校的时候 想要干点什么